好變態好殘忍 嚇到小朋友 搞錯 那個是我選的 好壞 我會帶大家去溫泉勝地鬼路村 還會帶大家走擁有大自然鬼虎神功之稱的龍王峽高 今天我們都會搭去日光 不過我們就會去鬼路村那邊浸溫泉 今天我們再接再來買了個便當做早餐 其實昨天我們買了便當 掉到地上沒得吃之後非常不甘心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買便當 希望這次不會跌 被吃就跌了很灰 打開之後很豐富 你會看到有廚禮沙律 有些蛋 還有手券 手券 我們來到日光車站還有點時間 所以就走過來看看有什麼猴子手信可以買 這裡真的有很多猴子手信買 想看更多日光旅遊影片介紹 可以看回我上一段日光家興井集旅遊片 時間剛剛好上火車出發去鬼路村 現在就乘東武火車去龍和峽谷 所以停大約45分鐘左右 我們現在搭的東武鐵道 主要是東京市區連接近郊 包括日光、鬼路村溫泉和穿越的路線 現在出發去龍和峽谷 很快我們就搭到龍和峽谷 開始我們今天的行山之旅 這裡全場大約有3公里 幸好今天天宮做美、陽光補照 非常適合行山 走一走就來到眼前這個樹勤瀑布 大家要來這裡的話記得要穿波鞋 要不然就會比較辛苦些、難走些 不過來到這裡看到這麼漂亮的瀑布 都值得的 慢慢走 那些樹根 踩實些樹根 不要踩石頭、不要踩葉 沒想到這裡的山路都不容易走 有很多石頭位都是很濕滑的 幸好我今天穿了波鞋 龍和峽谷這裡是不少日本當地人 最喜歡行山的路徑 可以看到衣岩石成分 劃分為白龍峽、青龍峽、子龍峽等三段 是位於鬼路村和上游的村子溫泉之間 由2000萬年前海底火山活動所形成的峽谷 更是遊客在秋季上風的山景路線 通常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 都是紅葉轉紅的時間 這裡除了楓葉更值得欣賞的是 這裡巨大奇岩怪石膠織出來的自然造型味 走到河邊位 風勢就越來越大風和冷 你們聽聽這裡的風聲 不過在這裡呼吸的空氣 感覺很新鮮 鬼路村的水流侵蝕岩石 形成有魚龍般的景觀 因為這裡是山區路徑 建議大家早上或下午前來都會比較好些 我們大概走了兩個小時左右就走完了 走完山後肚子都覺得很餓 是時候吃午餐暖暖身 我們現在去找食物了 很餓 黑龍丸子 它是有黑糖醬 因為它有白色的丸子 但原來裡面是沒有餡 不過如果要蘸這些黑糖醬 其實是很好吃的 上面有少許花生粉 我選了這個定食來吃 會有一個熱的蕎麥麵 因為天氣太冷 所以一定要選一個暖的食物來吃 還有一個飯 這個應該是豬骨湯底 它有很多豬肉和豆腐 植物我覺得是普通的 吃完之後感覺有點奇怪 可能我吃不到植物 我就選了拉麵 我覺得味道就是一般 一般水準 不算太推介 熱的蕎麥麵 這個真的覺得鹹鹹的 像是麵糞湯 還有它會有些碎粒 這些好吃 讓我先試吃飯 都是這樣蘸醬汁式的 很濃烈的方法 之後我們就去鬼怒村公園 去鬼怒村公園 可以搭回東無鬼怒村 一個站就到 我們來到鬼怒村公園站 現在就走去鬼怒村公園 在那邊的方向 走吧 我們這次來的鬼怒村公園 人煙稀少 周圍都見不到有人和車 可能我們坐不合展覽活動的時間 不過人煙稀少 就有種遠離煩囂的感覺 周圍都空間很大 好好走 怎麼拍都行 你看看它 還說拍outfit 包到整個粽子 這裡很冷 過來了嗎 好像我這樣 積住脂肪便不冷 這裡很漂亮 對 我們很幸運 趕得上楓葉的尾巴 這裡周圍都是橙黃色的楓葉 很適合拍照 雖然這裡的血溫真的有點冷 但是有陽光照射之下 就溫淚了很多 而且有陽光照射下的楓葉 顏色特別鮮艷 真的很漂亮 天開始黑了 氣溫漸漸下降 這個時候有支暖紅紅的飲品 在手上 真的非常之幸福 我們接下來要去的這個溫泉 其實是私人風呂來的 因為第一次來 感覺好像走了很多路才找到 不過來到這裡 就有種隱世的私人風呂的感覺 它的入口好像變成森林 帶你來回原始的松林 這個入口也很恐怖 好像森林一樣 我們終於來到這個鬼魯村 這麼偏僻的溫泉 這叫這麼隱世 真的 真的找了很久才來 這裡可以吹頭 打開 外面看看 外面很冷 很棒 看身體 空氣清身體 看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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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流水聲 這完全是私人的 這完全是 哇 很棒 很棒 下面也有一個 這裡也有一個 有兩個 有兩個溫泉 在冬天寒冷的天氣之下 帶著往了整天的鼻鼻身軀 浸入暖暖的溫泉水道 所有的鼻鼻和寒冷的感覺 都馬上消除了 哇 浸在溫泉的這種感覺 真的非常之幸福 每個私人風呂都由鬼魯村 河山景包圍住 沒有人打擾 完全享受大自然的放鬆 所帶來的舒適感 我們現在就安全走到這個車站 因為這個鄉村地方 晚上我們看到的 是非常非常之差的 除了有車經過 基本上見不到所有的燈 我們一磨刻回去 雖然這裡是鄉郊地方 但我們走回來 途中看到滿天凡星 這個感覺都很難忘 因為我們第一次看到 這麼漂亮的星空 沒錯 整體感覺很棒 很完美 對 然後選擇我們這間咖啡食 在外面實在太多 對 因為要等三十多分鐘的車 所以我們要進來吃一吃 暖一暖頭 哇 它很厲害 現在炸了很多檸檬汁出來 檸檬汁 因為要倒下去 所以我們要扭檸檬汁 這件事很原始 如果我想吃炭汁 它可以這樣扭給我 我覺得好像回到古代 全我們叫的那些很嫩的食物 我們先嘗嘗 我覺得這間好像扎里亞的感覺 有些小吃的 有些魷魚 菠菜 很健康 這個菠菜聞起來很香 又有味 它配上煙肉 也挺隔 但我感覺上有點鹹 然後我們還點了煙肉芽菜 很健康 我們吃的 很熱 它配上肉 有那種香味 那些肉味 有些芽菜 沒有很鹹 它配上芽菜 沒有那麼鹹 如果剛剛好 這個魷魚聞起來很香 我非常想吃 我先嘗嘗 真的很香 很香 它配上蝦肉 很脆 這餐是我們減便的小吃餐 我們回到東京再吃 吃完就差不多時間上火車 回東京市區 我覺得鬼魯村這個地方很神奇 是沒有什麼人的 我們回到日光 我們成功了 日光最後的日光 你看 整條街沒有人沒有車 很冷的 夜晚 我們很不幸地 遇上了日光一班車 下一班要等40分鐘 其實現在很早 日本時間只有7點半 但已經完全沒有人了 在等車期間 我買了這個 試一下 我知道是什麼 這是洋蔥湯 很特別 味道很棒 看我們現在好像包車一樣 沒有人的 看這個鏡頭 到底有沒有人明白這套歌想怎樣 我表示完全他人問號 這個女人 爭取遇到公主 兩三分鐘的購物購物機會 這裡又得手信 這裡最有名的就是 檸檬牛奶糖 還有這個 草莓啤梨的食物 血拼完了 好可惜 看女人買了什麼 用緊餘的5分鐘的時間 買這麼多東西 今晚我們就選了這間居酒屋來吃 終於吃到 在日本很想吃的居酒屋了 看看我們點了什麼食物 這裡最主要是吃雞 我們點了很多雞肉 雞內臟 然後這個是芝士雞卷 然後有沙律 鐵板親子雞漢堡 讓我先試一下這個芝士雞卷 很鬆吃 很軟 很香的雞肉味 它配上芝士或雜菜 那個感覺很搭 讓我先試一下雞肝 很棒 我一進口好像馬上融化了 好好吃 鹹有香的燒蝦味 先試一下雞肝 很好吃 很好吃 很爽 試一下雞肉 很棒 看它的雞肉 很軟實 還有很香的炭燒味 其實我覺得這間雞肉 當然好吃 炭燒煮得很香 它的燒蝦也很棒 這間是義食雞 作為招牌菜式 真是不錯的 第二天 我們去到華賓之後 就還風還雨了 結果開始不久 就要折返東京 我們來到華賓了 來到也是很冷 現在還在下雨 這種是香港濕凍的那種 下到地下鐵甲鎮 找到一間咀嚼 可以進來暖一下 會暖的濕不穿 還有一間芝士 還可以加很多芝士粉 我喜歡吃芝士 吃春芝士也很簡單 我們剛剛吃完東西 在環空環雨下 走到麵包超人館 進來就看到很多小朋友 還有很多麵包超人的精品 這小朋友很開心 我問我有沒有遊戲玩 讓我發現有遊戲 這個遊戲 適合你玩 這個遊戲 很可愛 他擠了麵包超人 在裡面 如果我喜歡麵包超人 一定會很開心 雖然帶不到相機 把麵包超人放進去 放進去就開心 對 不過放不到相機 所以還是不開心 下面真的有一間 是專門麵包超人的麵包 小朋友不喜歡吃東西的話 看到麵包一定會搶著吃 像是伸出條理 小朋友看到一定會很開心 朋友最喜歡麵包超人 是不是搶著麵包 搶著麵包 搶著麵包 搶著麵包也搞笑 對 這裡的麵包款款都這麼好看 又吸引 怎麼可以不試一下 一場來到 無論如何都要試麵包超人的麵包 我們來到麵包超人館 就沒什麼做 就買兩個麵包吃 雖然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公仔 好像好吃 一個朱古力 但我看他的樣子好像很好吃 一個很有趣的樣子 下一個就很殘忍地咬他 裡面是什麼 朱古力餡 焦糖 有人很可憐 因為Lil哥多手 弄到他的眼睛 弄到好像在哭 他真的在哭 下一個都要吃 他都要哭 變態很殘忍 嚇到小朋友 什麼哭 沒有哭 沒有哭 就留給Lil哥吃 搞笑 那個是我選的 朱古力餓 好壞 裡面是有餡 這個就是吉士餡 所以他又被搶回來吃 現在剩下這個吃剩一半 給我吃 還沒吃完環環魚的關係 看我都濕了 腳都濕了 整個鞋都濕了 所以我們要接返這個東京 遇下痕跡 先去東京 先去吃 Lil哥說 如果你有看一開日劇 這隻燒賣是必吃的 在環筆裡面才能買到的燒賣 我們回到酒店了 他打開之後 都好像香港的牛肉燒賣 但我覺得他聞到那股味 有點搞笑 白蘿蔔味 然後搭車的時候 拿著 然後咬著那股味 然後打開 他有15粒 很搞笑 凍食的燒賣 我們在香港是不會凍食燒賣 因為裡面都是牛肉的餡 有綠色的青豆 但挺特別的 配了一個芥末的醬 剛剛好 我們就住在新小鹹附近 當然要嘗嘗這家 好稱東京占麵王者的拉麵店 麵屋一燈 我喜歡吃到它很出名的 這個魚仔湯底 我先試一下湯底 真的很濃郁 很濃郁的感覺 很濃郁的感覺 超好吃 很濃郁的麵 很濃郁的感覺 很濃郁的感覺 那張柱呢 冬天吃的暖粒更好吃 我這碗有三種特色的 蝦椒 有黑胡椒在上面 而且是超級軟心 很好吃 它入口是很香的 蝦椒味道 超級軟心 我猜不覺得是 還有肥肉在這裡 但那個感覺沒有味道 又是很好吃的 你看看 這個是豚胡椒 它也是有脂肪 多脂肪一點 但還是很軟心 吃拉麵當然要配一隻劉心蛋 添了一個雪糕給我 女生肯定 旁邊也有 旁邊也有 很慘 沒有的 嘩 我們吃完這間一燈拉麵出來了 看看外面排了多長 這間真的好推介 超好吃 它那個魚湯吃完之後 整個嘴都還黏著黏著 不錯 我們特地來回東京車站 這個地下街 找到這隻多磨仔 看看有沒有能賣 東京的電視台 其實是長蜜 我超級喜歡這隻東西 真的有啊 竟然有啊 多磨仔 好開心啊 這隻我好喜歡這隻 這個是聖誕版melody 它有500日圓 可以有6次的機會 夾公仔就是要付錢交功課 看我表演吧 很緊張 太遠了 太遠了 剛才是沒有 對 這個是另一隻貓公仔的melody 超可愛的 不過很難夾 這個 太重了 很大 先試一下 不過感覺好像很難 我一次6次 真的6次 沒錯 我好緊張 你試一下夾他的頭 不知道他會怎樣 開一下 不可能啊 很難啊 很難啊 很濃 很濃 不要緊 失敗乃成功之母 我們再來 握個一點 Leo哥示範一下 還有兩次機會 不知道他可以不可以 好緊張啊 他想著用念力 握個一點 再試最後一次 但我覺得勝算不大 對 這隻melody很強硬 這隻Kurumi 不肯跟我們 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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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再試六次 看他表演了 我 拖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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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知道 上去 上去 不動啊 很難動啊 皮膚也用不到 這個時候 我們的救星店員哥哥出現了 按那邊 好 嘩 得到了 耶 好 試了很多次 有一隻melody Kurumi 我夾到這隻Kurumi 對 夾到的 這隻阿美環 的大肌肉 這間是 我們碰到好 他見你不行 他會幫你試 教你怎樣夾 擺一個好一點的位 簡單的位 你可以側面一點 跟他講幾次 教你怎樣夾 我們來到東京Kitty 這間Shopping Mall 我們想買新樓面的 Mary's Cafe 巧克力 這間位於東京站 附近的Mary's Cafe 還有糖食甜品 他的甜品款款 都相當吸引 喜歡吃巧克力甜品的人 來到東京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本身主要進去買酒心的巧克力 不過原來是季節限定的 然後我們進去買了一隻 很奶油的巧克力 今晚會回去開箱 來到晚上 我們就吃這間人氣米宅牛餐廳 它是以國產米宅牛為主 米宅牛是日本三大出名的國產牛肉 這個米宅牛壽司 好可愛 新鮮的牛肉 一口很香的味道 它加上醬 它又不會蓋了整個牛的味道 它是咬口 還有很鮮的牛肉味 看到這塊牛扒 肉質外酥內軟 我試一下這個 很軟身 很鮮的肉味 終於輪到它這裡主打的米宅牛牛扒 配上這個特製的牛扒汁 哇 裡面的肉鮮嫩多汁 我先試一下這個很出名的米宅牛扒 它吃的牛扒 它外面是脆的 很脆身 但裡面有粒分 它的肉質外有一點韌 可能是有些筋的位 還有主打的米宅牛火 我試一下這個米宅牛 很出名的十二燒鮮 它要蘸這個生鮮蛋 雖然我不太接手 但我也想試一下 很棒 它的粒口皮型很滑的感覺 就這樣吃了 牛肉吃了 很軟身 很薄 很薄 然後入口的感覺 已經是滲到水裡 還有起燒的味道 好像一個香味真湯 好吃 這個是青梨子巧克力 它的包裝也很漂亮 有點送禮的感覺 這個巧克力很棒 上面是青梨子的裝飾 我已經咬了一口 很棒 很棒 它外面硬硬的巧克力 裡面是很軟身 很軟綿綿的巧克力蛋糕 它有些青梨子肉 很美味 我很喜歡吃一種的蛋糕 很好吃 請留給我 放心不會的 看我這麼開心 就知道我夾了這個超大小的melody 下一集 我會帶大家穿越古式古香的街道 這裏也是近年來新興人氣景點之一的東京近郊 穿雨 還會介紹當地美味特色小吃 必買手信和人氣必去景點 還有適合打卡拍照的好地方 千萬不要錯過下一集 記得Like和Subscribe KathyMonkey啡碼 可以開啟訂閱通知 我們下集見 拜拜